三支3CE的口红哦 可是关键是 我完全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买的 哦想起来了 这三支呢 是我在年前的时候下班的 而且是预售 所以就吓得把他们都给忘了 我今天帮忙来做一期 口红是色 有浅入深 这一支叫做SAMS LILY 嗯 我觉得这个颜色 它不会抢你的眼妆 然后让你的整个气质 都放得柔和下来 如果再配上 慢慢的语速 像我们不见能这样子的 这种柔和的声音的话呢 那我觉得还是挺温婉的 嗯 像樱花一样很美的颜色 叫SAMS LILY 记住了没有哦 啊 我算是记起来 当初为什么要预售了 因为它说有很多颜色 抢不到 就比如说这一支红丝绒 这绝对又是我的色吗 还用看 其实呢有很多妹妹有这样的顾虑 她会觉得不过这样子的 这么正的颜色的口红 会觉得很成熟 其实不会 我就要你明个办法 马上显得又成熟 又可爱 阿桃 妈 妈 妈咪那个红色丝带的那个发布 借我一下呗 谢谢啊 初中生都这样 美不美 自己品 让我们记住这个 每个人一套糊涂的 Fluffy Red 红丝绒 嗯 没有最深 只有更深 接下来是 红丝绒的升级版 铁绣红 也叫 姨妈色 哇 我觉得这个口红要怎么演绎呢 就是一定要去那种色影哩 和绿叶一起拍照 就是那种绿色跟红色的那种强烈的对比 我来试试一下 人生龙 美梦似露墙 路里风霜 风霜 露面光 吹死我了 感谢香菜友情出演 好好分好了 今晚还得做菜呢 嗯 我今天的口红试色呢 不知道成不成功 但也只能到此结束了 因为我的小女儿快要起床了 大女儿快要把作业做完了 我也得去做完饭了 所以